台中市坛子区在日前才传出了 鲁味坛业者重担身亡 26号凌晨在大理区的中心路二段 一家洗车厂也传出了丢枪急案 而其中一名男子的左大腿重担送医 目前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而经过警方了解 疑似是被害人与内部股东 因为口角纠纷而引发了肢体冲突 进而发生了开枪情势 而目前雾峰警分局已经查气到 12名涉案人道案 涉案主线跟涉案枪支 仍在查气当中 警方抵达洗车厂外头 大声喝斥要求里面的人员出来 原来稍早前这里传出枪响 其中一名男子的左大腿重担送医 目前占无生命违宪 我今天可是伤身 一个年轻人就好像脖子被 刀割还是在整个血 对啊 所以你们看到的是已经流血 对对对 他从那个骑字把他那边拉出来 拉出来就 看到一个人流血而已 事发地点就在大理中心路二段的 一家洗车厂 初步了解疑似是股东纠纷所引发的斗殴 嫌犯更一连开了三枪 目前雾峰警分局已经查气 12名涉嫌人道案 涉嫌的祖嫌以及涉案枪支 仍在查气当中 经过警方了解啊 这个被害人跟协议人的说法 我们总和起来 是被害人内部他们的股东的纠纷 口角纠纷 他也生了一个聚众斗欧 那因为被害人要跑出来外面求救 所以内部的股东 他为了要控制这个被害人 进而发生拉扯 而且有开枪的一个情势 警方也强调已经掌握特定对象 并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但日前才传出 潭子区鲁味滩的业者重担身亡 这回大理洗车场又传出枪响 也不免让民众觉得有些不安 记者庄视听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